来,麻烦你,你的左脚先上来这边 没关系,你靠我上面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 所谓内分泌来讲,通常是在我们脑部 脑下垂体这地方,所以我们这地方有个脑下垂体 在我们这个大拇指中间点 其实就是我们脑部的中间 一个脑下垂体 它是我们的所有内分泌的总管 所以通常来讲,如果说你内分泌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可以照你的脸吗? 我可以照你的脸吗? 照我的脸啊? 好,那那好,不好意思 对,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如果要做的话,我们通常会做这个点 在大拇指的中心点,差不多你 他抓一个十指点的位置,那一方就是刚好 我们的中心点,这地方是针对我们脑下垂体 脑下垂体来讲的话,这地方我们刺激它以后 那它脑下垂体,它就按照它正常的 那个工作来讲,正常的分泌 因为脑下垂体 它是总管我们全身所有 其他各类分泌器官的一个总管 所以这个,先把这地方全部做好 当然说你 这个地方做好以后,如果说你其他有什么类分泌 当然类分泌还有包括假装线 所以多长类分泌 这些问题如果有状况是当时 当时还是在做你假装线或什么 他要看你检测完是不是哪一部分的类分泌出问题 我不知道,他就是做内分泌 对,对,他就是这样来讲 他没有讲 对,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先做原头,再到这地方来做 但是我先是跟你是用手 但如果说我们是用爱心棒来讲的话 我们通常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我们这成为这个,这个是A点 这样的方式刮下来 先刺激到这个点 如果说说我们是用这个八幅板来做的话 那我们这样你看 这里有个一号点 一号点我们是通常用中间这个点 中间这个点 看到了 到时候把你的大拇指 中轻点就我刚刚讲的老大垂点的位置 直接站着踩到这个点上面去 你先给它试一下 你可以用站起来 这样吗 扣住它 然后你这只脚往后拉点 这有点像弓箭步 这只脚往后 这样吗 对 然后OK好 对 弓箭步 你先站直以后这边 站直 然后用你自己身体的重量 这个膝盖往前趋 膝盖往前趋 对 下不去到它这个位置 OK好 我做一遍 我们请各位后面的全部都要停止了 因为我们下一个箱子已经准备好 站上来 后面前都可以停止了 但是如果说你的力量还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有这种自己的做法 更精彩的结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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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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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电 你帮我拿着 你帮我招一下 要不 现在没有 现在可以再跑吗 可以 现在再跑 你帮我招一下整个位置 表示你们很多 很多 表示你们很踊跃 是 谢谢 因为你们是有这个实证的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喜欢 非常喜欢 这是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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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相反 对对对 没关系 他已经讲好了 我只是照一下你们这边非常踊跃的情况 好 赶快 赶快告诉我 再把它压下去 哦 哦 用扶着 再会加 扎拉他的力量 哦 这个 这些玩具会吹顺 你可以来试一下看看 哦 你扶住垫子 你扶住垫子 然后你另外这脚 脚跟 让你大拇指轻轻地压下去 压压压 会不会很痛 会有刺激到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差不多 压 压 压 对 两脚都要压 对 OK 好 可以了 你可以放松了 来 对 这只脚也 你只能我回去探查 对 轻轻地 你可以踩它五下 不要那么急 慢慢来一下 配合你的呼吸 踩下去涂气 放松手细气 踩下去涂气 踩下去涂气 对 踩个五下 这样就刺激到 大家好 来 各位 谢谢大家 五 OK 然后可以去看看 变化 对 因为这只是 其中一项 其实还有很多人 也必须要经过检测 另一方是用仪器检测 其实还经过老师看一下 才想 所谓的 是什么 被人的问题 也有问题 所以现在 我只是想 出过的这地方 给你刺激 哦 所以不是完整的 还不是完整的 那我再问老师一下 你是说找那个会长吗 那一方是用仪器 我那已经检测 我那已经检测了 这地方是老师在检测 一般老师在检测 他会看你的状况 他会看你的状况 他会看整个状况 他会知道 你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请老师再看我看一下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什么 你刚刚说 他刚做仪器检测 他说他内分泌有点失效 但我本来说要请老师 那要请老师帮他再检测 你刚是仪器看的 你五动检测还没有 对还没有 那我们把它在仪器检测 是仪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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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跟我讲 两个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